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6号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台股关盘重点 这道琼的股市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 台股今天顺势有一次的机会要挑战8000点的诊数大关 但是指数有点开高走低 显示在8000点的诊数大关这边 压力还是蛮重的 另外电子股当中今天两个族群LED还有太阳能的股价是来电的 红家居包括在红海还有红准 今天股价也回省了出现了反弹 电子股二月份是营运的淡季 有很多个股营收是衰退的幅度比较大的 像是高价股当中的大力光 TPK成宏还有可成 今天股价都是偏弱整理 还好这TPK成宏股价最后守在平盘的价位 后续大盘的看法 峰开平警长他认为指数首稳的7966点 有利于后市多方的攻击 另外圈农副总他认为这个盘还是不拖一个温和上涨的格局 电子股当中 今天节能概念股很强 六年副总他提醒太阳能的光电指标 看了四档个股 一个是茂迪 旺能 中美金 升阳科 另外张正总经理他点名LED族群的指标 看了在比较大型的金电易光 还在东北的身上 另外金融股的看法 王金文副总他认为 接下来盘比上金融股的指标 大型股看了三档 一个是富邦金 国泰金 以及在关股行库的赵丰金身上 升级股王旭副总他有提醒 下个礼拜原料要展 要正式的起跑了 指标股看了是神龙 旭副 还有在中化身 以上就是三月六号台股的关盘重点 我们提供给您